蕉眼是中国国的常见的调味品 但是简单的材料 却成为大家心中的经典味道 今天做个蕉眼评估 点个红心 关注我不迷路哦 评估吸紧 取掉根底 防入翡翠 焯水凉分钟 老土控干 再把评估多余的水粉积掉 吃成条 点粉和面粉按耳鼻一滴滴滴的调好 加盐 无香粉和少量水 浇匀调成糊状 水不要太多哦 否则棉糊刮不上蘑菇哈 炒锅上火 倒油稍微 把瓶鼓放到棉糊里滚一下 让瓶鼓均匀地裹上棉糊 割满棉糊的瓶鼓 再有个杂质 趁金黄水后老土 等油温升高 再把瓶鼓倒入复杂一次 这样瓶鼓会更毒脆 花椒里小火被干 放在干燥的岸栓上 用嘎棉糊液碎 加盐混合均匀 炒好的瓶鼓配上椒眼 几口上桌 哇 好吃得呃呃呃呃 番茄牛腩清淡鲜香开胃还有营养 新鲜牛腩适量一定要选肥瘦相间的 改刀成块 比较好的牛腩呢 应该是带有牛油筋膜 这样的牛腩做出来最好吃 牛腩含血水较少 用清水泡30分钟即可 番茄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掉外皮 切成两半 去掉中间的地 切成滚道块 装盘备用 热锅放少量的油 冰糖适量 中火炒出糖色 冰糖融化后快速搅动 待冰糖变黄起大泡再变小泡 成褐色时倒入牛腩 翻炒上色 再下入姜片 香叶 桂皮 八角炒出香味 加一勺黄豆酱 增加酱香味 翻炒均匀后 倒入一半的番茄 将番茄炒软后倒入清水 牛腩的汤汁很好喝 可以多加水 然后盖上锅盖 小火煮一个小时 最后加一点土豆块 再加食盐调味 番茄和牛腩本身就很鲜香 不需要其他调料 中火再煮五分钟 将土豆煮熟后 倒入剩下的番茄 再煮三分钟 大火收汁 没有学会的可以评论留言哦 墨鱼烧鸭是今天的四川家常菜 这么做才能让墨鱼入耳 鸭子没有腥味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晓得了 关注不明录哦 锅里烧水 水开后下入墨鱼 炒水两分钟 炒水后用冷水漂起备用 热锅凉油 油温流程 下牙块爆炒 当水分蒸放得差不多时 下入姜片重炒 炒至牙体金黄 加入适量的豆瓣 豆瓣酱 盆椒 花椒 翻炒 一直炒到豆瓣酱香气十一 花椒在油锅里微微调动之时 倒入少量的捞臭提示 持续大火 往锅里加水 水沸腾后 加入芭蕉 冰糖 杯胡椒粉 尿酒 调中火柱 煮到还剩三分之一的汤汁时 下入墨鱼 然后转大火收干多余的汤汁 不用盖盖子 盖开柱 让香气十一散发 汤汁收得差不多的时候 下入小米辣服装翻炒 带完全收汁凉油 再撒入葱段 鸡筋调味 盛热七锅装盘 这道居家眼科 必备的经典家常菜就做好了 嗯 味道刚刚好 诶诶 弟娃儿 鸡肉不能冷水下锅 没想到啊 鸡筋调是一种常见的小尺 它既可以相多软滥 也可以连人又嚼劲 简单易做 鲜香味十足 先将食材吸进焯水 鸡蛋冷水下锅 煮手薄皮 锅里先倒入以上做料 鸡料包是十多种香气料合理搭配的 但鸡尾要开水下锅 才能让肉粒的营养和味道不流水 冷水下锅 脂肪蛋白质会融在汤面 鸡的过程中不要再改正 不然水蒸锡会变成水煮 让鸡碎变淡变酸 更像口感 小火鸡的筷子能轻松搓紧 往火浸泡15分钟 鸡碎的汤汁完全沉透到肉粘 软烂如鸡 一直需要一袋小小的鸡料包 就能卤出一大多只的鸡菜 还能反复食用哦 关注小鲜 没得分享 家常没死 不想起油锅的时候 蒸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近排骨降价了 顺便买了点 今天就做个粉蒸排骨 将土豆200克去皮切块备用 排骨500克至于碗中 加入调料包和植物油腌制 然后加入适量水和粉料包搅匀 蒸葛先铺一层土豆 开打平整 再把排骨抹在土豆上 蒸的时间要足够 肉才能软粘酥烂 最后打上一把葱花 就可以吃了哦 饮料多用 粉蒸乳花肉 粉蒸肥肠 都可以做哦 哇 太生哦 如果你看到你这样子 很明显的 都可以做的 也就会做的 小鸡蛋 大概是一种 小鸡蛋 小鸡蛋 大鸡蛋 小鸡蛋 小鸡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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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蔬菜洗净 盖到北涌 打下去虾线 锅中烧水 将准备好的食材下锅焯碎 煮好老厨 烘干水粉 起锅烧宽油 先下葷彩 烘干水粉 直直标皮翻油 然后下鸟头爆香 放入我们的麻辣香锅底料 接着把蔬菜倒进去 打过翻炒 盐 烫 鸡精 爱吃辣来可以来一勺辣椒油 最后撒上芝麻 就可以出锅了 姐 有什么虾吃 怎么劲吃啊 你不是要虾很故意吗 让我明年多多你一点 我来吃虾 耶 出锅了油 来 谢谢 在超市买了点新鲜海带丝 记得上次吃还是馆子里送的小菜 夏天要来了 一天比一天热 今天自己来做一个清凉开胃的爽口海带丝 用水冲海带丝三遍 再浸泡一个多小时 等到基本没什么咸味了 下海带丝至沸水中 再倒一汤匙左右的白醋 焯水三四分钟就好了 这样不太硬也不会太软 捞出来过凉 剪成小段 锅里一勺底油 烧热 下一把花椒和干辣椒段 中小火加热 熬至花椒 辣椒都颜色变身 香味出来 捞出花椒 干辣椒 下入蒜末 点炒一下 蒜末金黄就可以关火了 趁热下入陈醋 生抽 蚝油 鸡粉 白糖 白芝麻 混合均匀 料汁倒入海带丝中搅拌均匀 一道清凉的爽口海带丝就做好了 是不是你的菜 哇 太神了 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操作就是牛油火锅的生产车间 这个是牛油 我们熬制火锅底料 全都用的是牛油 而这价格锅里面就是大家买到的火锅底料 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就是这个原因 今天想先到牛油火锅底料的炒制现场 接下来我们希望按照标准的流程去调整我们的火锅底料 咪咕汤汤汤汁油 imm три 百政策 1 2 2 2 Independe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选对了吗? 红杏红薯去皮切块 洗净备用 银大米500克 如果小火炒至微黄 加入43粒花椒 17粒干辣椒 2颗八角 2片香叶 放凉后 搭成粗壳的状米粉带用 无法揉 早去皮毛 洗净净干水 切大片 加两勺豆瓣酱 姜 蒜 鸡精 味精 适量 白糖 胡椒粉 乌香粉 老椒 一小块豆腐乳 两勺炒好的糖色 加入蒸肉粉 彻底搅拌均匀 取一个蒸笼 红薯块点滴 上面蒸起满好肉片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 蒸1点5个小时 就可以吃了 姐 今天我想吃 今天扔着起来的妈 你还想吃哦 算了 我给你煮个伯伯鸡 混书都有 不然你有个妈所略的你 你每次煮的伯伯鸡都差不多 今天可为了个伯伯鸡的嘛 要求还不上 这是要做生活肯定好 大家好 我是蒸仙小厨房的蒸小仙 今天分享 煮一样伯伯鸡的做法 芦苇伯伯鸡 吃料是浑菜 第五都喜欢 鸡爪 鸡尖 鸭肠 鸭肠 鸭菌肝 直上以后都买一点 土豆 莲藕 西兰花 都准备几样蔬菜 浑菜先下锅 炉一下更好吃哦 蔬菜煮短生 就可以了 然后用酥奶小煮前 把它们一根一根的穿好 外放蒸起哈 倒入调料包 冬天可以热泡 蔬菜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哈 葷菜可以泡久一点 会更入味 第五 过来吃啵啵鸡喽 来喽 见 关注小仙 每日分享 家常美食 姐 今天我想吃 今天得到起来了吗 你还想吃哦 算了 我给你煮个啵啵鸡 混属都有 不然你有个马锁略的你 你每次煮的啵啵鸡都差不多 今天和未来啵不一样的嘛 要求还不少 这小时候生活不得哈 大家好 我是真仙小厨房的真仙 今天是分享 煮一羊啵啵鸡的做法 芦苇啵啵鸡 只要是浑彩 丢二都喜欢 鸡爪 鸡尖 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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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肝 鸡肠 鸡肠肠 鸡肠油都买一点 土豆 莲藕 西兰花 都准备寄养薯菜 浑彩鸡下锅鸡一下更好吃哦 薯菜煮短身就可以了 然后用薯奶小煮钱 把它们一根一根的穿好 白方蒸起哈 倒入调料包 冬天可以热泡 薯菜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哈 棍材可以泡久一点 会更入味 第一碗 关事啵啵鸡喽 来喽 姐 关注小鲜 每日分享 家常美食 川菜名阳天下 红油功不可没 在我们四川 很多菜都会用到红油辣子 学会这几点 青铜主义描辩王者 先把屏幕上的配料准备好 加菜籽油 辣椒 花椒 调炒 这是刀口辣椒的传统做法 这样红油拆香 建议用三种以上的辣椒搭配 二斤条红亮 子弹头辣 灯笼椒香 加白芝麻 盐 白酒 熟油 拌一下 防止炸糊 加香料炼油 一斤辣椒 三斤菜油 焦油分三次 一香二红三辣 这样操作越放越香 不管是薄薄鸡 还是拌菜拌肉 都鸡辣又香 哎 又要吃这个 你啥酒看到吃的 我昨天去给你买辣椒 做辣椒就没收 走到几个市场 酒都起泡了 我就不该吃嘛 你要吃你就要多吃呀 我吃不了多少 你吃吃不了多少 你一个人吃了全家都不够 我不吃了 我就去找工作了 你以为工作那么好找我 我都找不到工作 我才不是 在我们四川 伊拉会又是我们当地的英式文化 做法很简单 当即新鲜二斤条 是制作双脚酱的上炮原料 如果怕辣 可以多放点青椒 脂皮毒酸是双脚酱的灵魂 加盐 快蘸蛮多 做出的辣椒酱初衷有喜 调味非常简单 加香料粘材料 能让双脚酱的清香味更上一层了 高油温分三次破糖 让焦香转香充分融合 煮芝麻八生水 酒方不拐 八四半 关注小鲜 每日分享家常美食